字幕提供 那個安全氣囊怎麼會一直在閃 等一下問一下業務說這是什麼狀況 那你要把手機拍一下 傳給那個業務看看他知不知道 上次我們說這台有亮那個嘛 氣囊燈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去保修廠看 要怎麼處理這部分 業務今天直接來說要把車牽走 他原本說跟我說要自己牽走 那我想說我還是去看一下 那我順便問我們的業務幾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齁 我們這個氣囊燈是第一件嗎 是全台灣第一個發生的嗎 目前就以台北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小市這邊反應 那其他地方的話我們還不確定有沒有其他 如果說算第一件的話也合理也算是第一件 就是以你這邊交出去的人來看 但是其他據點你還目前還不確定 我們那個主要氣囊燈就是那天我跟你聯絡 那其實我們是交車那天就有發現 因為我們那時候你們有送一個水過來 問有沒有別人沒有的東西 水過來 我想說是不是放在後座 然後有重量感測所以他才會亮燈 就沒有特別 那我就那時候就沒有先特別跟你講 因為我想說可能回來放下來 然後就正常了 但我們上禮拜五去拍試車的時候 之後還是在乘坐 所以就馬上有跟你聯絡 那你也馬上跟我說 我們可以再熄火再試一次跟他 對 然後但還是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去保修廠 檢查一下 回來了 那今天去怎樣 剛 那業務還來呢 對啊 他來跟我牽車的 哇 有剛剛遇到 他是跟我說 我聽到是這樣 看看 你裡面不能拍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現在好像是跟Suzuki共用保行廠 那他擦了電腦之後 感覺好像是這個電腦軟體要重刷 欸 對 就是他現在電腦是屬於在工作人員模式 就是組裝的時候要變成 維修人員模式才可以裝去設定 那設定完沒有去刷回來正常 好啦 反正他們這樣講 我們也這樣信啊 不然咧 他現在意思就是 車要拖回陽眉原廠 因為說這邊好像沒有 刷那個電腦的機器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會幫我們用拖吊車 拖到陽眉廠 所以我們今天就住院了嘛 才出三眉兜久住院了喔 明天會請拖吊車 然後拖回這個陽眉組裝廠那邊 然後重新刷程式 然後再拖回來 再給我們 其實我說實在話啦 那因為他過程也沒辦法拍 他講來聽一點 他回去說重新刷電腦 說是這樣子做 其實說實在話 他回去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會不會回去換氣囊 我們也不知道 我說實在話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所以其實真的也不知道 好啦我們還是站在一個信任的角度 等他們看回來 反正我們重點就問題 有處理好就好啦 對不對 只是有點困擾 好啦如果說今天是其他的消費者 你簽了新車 然後就亮燈 他回去又要住院 一般人感覺應該不會很好 有啦他有補償措施啦 又有補償 沒有啦他是說有沒有需要代步車 然後 一天一千五 然後他說 因為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保養就免費這樣 喔第一次保養免費這樣 對對對 哇妖怪啊 沒有啦可是真的 如果今天我是還好啦 我真的還好 阿反正我只是覺得我怎麼那麼曬而已 阿如果是一般消費者 你買了存了辛辛苦苦對不對 好不容易換了一台一百二十萬的新車 結果回來 沒幾天又住院 一般消費者感覺很差吧 搞不好還去店門口 泡茶露營 舉牌 沒有啦通常都是壞好幾次啦 對一次還不會 如果回來 阿我們開開又有心得 兩三次可能就會囉 一次應該是還不至於去露營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等他這個 他說明天阿 他是跟我們說一天就好了 他說等一下就脫走了嘛 然後弄一下他說明天車就會還我們 好不好 我們看看是不是真的 一天搞定 還是有什麼最新的進展 好我們再跟大家報告 好就來這邊 Ultra Dash Z3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今天來到車工的五股廠 我們要準備 已經上馬力機了 好不好 五花大綁也已經綁好了 那我們今天會測兩個 一個是純電的馬力 還有一個是重效的馬力 究竟是不是如同他這個 帳面上公佈的291 那我相信這個一定會有一些損耗啦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馬力機 也不一定是100%準確嘛 第二個他們公佈的一定是最美麗的結果嘛 所以這個綜合兩種 不可能完全準確 到時候就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啦那我們就去拉看看啦 處理了 你以前有拉過馬力機嗎 沒有沒有拉過 你以前改車到現在都沒拉過 沒有拉過 因為我不是那個馬力取向 人要比車兇 所以拉出來的話 萬一人不夠兇也沒有用 也是 沒有人家這拉馬力是有在比賽才有需要啊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改裝驗收啊 不然有的店家說 我保證我來說 我這台車處理下去就是600匹啊 沒問題 結果拉出來400匹怎麼辦 怎麼收錢 對啊要數據啊 所以這個其實一般比較少會 少會有機會來拉啦 真的除非有改裝 然後知道自己改裝的東西 有沒有用的這個狀況來拉才有意義啊 還有比賽啊 比賽好像有限定嘛 有些有限 對 有的會限啊 什麼組什麼組有沒有 對啊 你就是要拉馬力才有一個根據啊 我們一般道路使用 我真的還真的沒有人來拉過 我是心靈馬力組的 心靈馬力有提升就好了 只要不拉 他永遠在我心中 他都是300匹 哈哈哈哈哈哈 不卡214 欸他扭力蠻大的喔 扭力34 欸扭力公布是49咧 啊浩純7聲6聲差不多啦 官方是49啊 怎麼有準呢 有準喔 214喔 然後 差不多34公斤 34公斤啊 這是浩純的啊 浩純後製喔 既然要一直265嘛 拉出來160啊 192啊 你買就算了 哈哈哈哈 對啊這浩純很大耶 應該不錯吧 所以他公布的那個是 不是輪上啦 這個是輪上這樣 對這輪上輪輸出啊 那這個梅賴的馬力機 他本身的那個 Dino的數據就會比較嚴謹 就是他的耗損會比較 真實一點 這傷心馬力機啊 對啊 全是全球最傷心的馬力機 叫梅賴啦 很多店家不敢買這個馬力機 因為幫客人挑ECU的時候 對啊 店主要買Data 不爽啊 看怎麼好笑啊 你收錢的感覺 要看到敲崩 要爽 如果要對客人 要碰碰馬力機啊 現在拉起來 就可能有400多匹有沒有 請完店 然後變500多匹 客人很開心 就很爽 錢花的值得 但是我們在做比賽車 我們要的是 比較嚴謹的數據 這個馬力已經很厲害了 算不錯了 不錯啊不錯啊 這買得不錯啊 因為能夠拉電動車的馬力機 全球 現在要兩塊還是三塊而已 大部分是不能拉電動車 差在哪裡啊 電動車不是一樣的 電動車曬出來嗎 它沒有檔位的東西啊 我們要去檔位幾千轉速 喔喔喔 對 它這個沒有啊 它沒有數字牌啊 它沒有轉速啊 等一下要試一下純電的齁 現在是混合的 對 混合 然後到時候我們看馬力曲線 就會知道 對啊 等一下把它試純電耶 看一下 對 看它的摩托多大大 標速可以跑到200多 限速在213 喔限速在213 限速213 限速213都幫你測出來 對啊 這個車主買回去就知道最快就是213 好不好 現在再踩了 不錯啊日本車180 現在BOBO都180了 BOBO原廠限180 才限180而已喔 對 所以去德國租車千萬不要租BOBO 你上去告訴我們會被閃打燈 哇 奇怪的姿勢又有了 無限速公路不要租BOBO 對 可以租BOBO 最多180會被閃打燈 在德國我們上去都是200多嘛 可是BOBO只能180會一直被閃打燈 那只能開慢車道 記得喔去德國不要租BOBO 98就不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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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 32公斤 所以我們以後就會有這個紀錄了 對不對 電腦就會有這個數據 這應該是第一次測這台車吧 好我們來提供一下數據 好我們再一次就可以了 好不好 阿丹你要不要拍裡面 再一次就好 它最多到98而已 它是否有上去了 它有到140幾 對啊它是否有上去了 你過了98 如果你還繼續踩在上面 嗯 它引擎就打開了 喔它剛剛引擎打開了 是 因為它超過135了 你過了98 就算你強制它還是會開 是 欸 對啊 因為那時候是這樣說的 就算我們已經開強制EV 超過135 它引擎還是會進來 超過100 超過100 如果你油門還是 再踩 它就開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測到引擎 是 應該有測到引擎 就是它中間那個 鍵斷掉的那一鍵層 它剛剛就是 我們剛剛第一次測到98嘛 嗯 就斷了嘛 可是它說98如果我們繼續 再把油門踩 呃 電門踩下去啊 欸不是等一下 來來來來來 這要講油門還講電門 哈哈哈哈 油電門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它這邊斷掉 你如果再踩深的話 引擎就強制介入了 所以這邊有個斷掉 忽然拉起來 這引擎已經進來了 我們這邊 然後斷掉了 對對對 斷掉以後 然後拉起來 可是不是說135嘛 對啊 交測的時候它就說135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量 剩40%左右 反正 那時候它的官方 跟我們講是135 純電最高 純電最高 對 所以後面這邊可能就比較不準 這邊引擎就進來了 好不好 那我們第一次測的就是有到98 那應該就是全部都純電的狀況 第一次的數據應該就是 紅色的是1V only 藍色的是剛剛到214V的 這個是馬力 這個是扭力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是馬力 這個是扭力 喔喔喔喔喔 下面的是馬力 上面的是扭力 是 那這上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什麼 藍色是 它到98就斷了 嗯 98就斷掉了 90%的扭力 都是從電動馬達出來 都是從電動馬達出來的 燃油引擎介入 扭力只增加了10%吧 10% 喔喔喔喔 甚至不到 甚至不到 這樣懂了吧 所以這個其實是在買電油車 大概主要買電油車 對啊 可是其實它高速還是要靠引擎啦 這樣看起來的話 它電的部分就完全只能跑到98、100 對 100以內 所以它後面 就是它的電動馬達的轉速 就只能到那裡 之後它其實應該就是完全不介入 完全就是靠 靠 運氣的喔 是 喔喔喔喔喔喔 我懂意思了 因為它利用這個扭力來省油 利用這個扭力來市區省油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觀察一下 我們開超過100以後 它的那個電力的百分比 照道理要講 對啊 照道理要講那時候介入應該很少 甚至沒介入對不對 好啦 我跟你講拉馬力也是很辛苦喔 要五花大榜 剛剛其實敲睡久了就是在綁這些 還有它電腦設定其實還蠻專業的 我看都看不懂 好拉完了 非常辛苦好不好 那謝謝這個車工 五苦阿吉的這個工作人員 非常辛苦 那這個拉起來輪上馬力 沒想到比我想像中的損耗還要大很多 欸 傷心馬力機不是假的 欸 小鴨才拉160耶 原廠是200幾公布 265 剩160 差100耶 你能你受得了 這個比那個NEDC的里程還誇張耶 四傳會耗損更大 啊四傳會耗損更大 啊 因為它有那個啦 差速器 差速器啊 對 對 對啊 一壓上去差速器就傳動軸出來 它傳動軸就多兩根 所以它損耗 照道理來講四輪傳動的損耗會更大 寫完電腦可以到220 所以你看喔 很奇怪 它這個馬力機這個牌子它說是目前好像唯一可以拉電動車的馬力機 所以我們特地這台車我們就來這邊試一下 然後再一個你看喔 正常修修理廠改裝廠的馬力機應該要用快樂馬力機才對 怎麼會用傷心馬力機對不對 你要用快樂馬力機客人才會爽啊 改完哇多100匹對不對 跟你收個80萬也是合情合理啊對不對 好應該是這種感覺吧 好啦那我們這個拉馬力就單純喔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好不好 因為馬力機因為品牌不一樣 測試的環境不一樣 設定的條件不一樣一定會有誤差 那這個只是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參考 你想到260小鴨變160 我們這個290剩210也沒什麼 好像感覺就沒那麼難過了 差比較少一點 對啊 這個阿吉會拿來講一輩子 好可以拿來當安利來分享給客人 客人就不會那麼難過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就拉馬力機結束了 回去再做結尾好不好 好 我們回店裡要做一個結尾 跟大家說明一下上次那個 Airbag清廊燈是怎麼處理的 回家 好啦從阿吉那邊離開了 等一下我們要試一下超過100之後 它的馬達到底介入多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拉完馬力機的時候有亮 故障碼 故障碼 我剛才知道原來拉馬力機都會亮故障碼 因為把防滑都關掉了 然後它電腦有偵測到前後輪有輪速插 奇怪為什麼前輪跑的鑰匙後輪都沒動 所以它就偵測到異常這條故障碼 然後呢 它就用他們店裡面的通用電腦插進去 欸果然 因為現在大部分很多的通用型的行車電腦有沒有 都是從對岸來的嘛 一早馬上上氣明爵 就看到了 點進去HS 然後就把這個故障碼消掉了 然後這也代表什麼 就是這個車應該未來在外場應該是可以維修的 可以電腦檢測可以維修 只要拿到材料的話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剛剛阿吉有幫我們看一下 它的行車電腦用的是Bosch的 那阿吉說Bosch的系統有九成 應該都可以改寫電腦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很多那個 改裝晶片升級的有沒有 像上次那個方旭永教練也有問我 不要再糾正我了 我跟他很熟 所以我才念方旭永 他就問我說他那台車要想要改晶片 問我見不建議 那其實改晶片因為我們看過很多 改完就炸引擎的那個風險你知道嗎 所以當然第一個你要找有信用有口碑的 他有幫很多人寫過有很多案例的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阿改晶片很多人以為是 台灣自己去編寫裡面的程式 其實不是 好像聽說有蠻多改裝店 都是用國外的程式碼 然後我們店家再幫你把它寫進去 我一直以為是 現場寫 現場寫 其實只是把國外寫好的程式碼灌進去這樣 類似這種感覺 然後他們可能店家要付一筆費用 給國外幫忙寫的人 大概是這樣 剛剛跟阿極聊天的時候講的應該是這樣子 來 8889 9395 100 欸有啊還有70耶 為什麼跟馬力機不一樣 我已經11級了 實測還是有出力 100還是有出力 我覺得1135以上就沒有了 應該就沒有了 可是剛剛在那邊拉是98就沒有了 對啊 可是現在我們超過98還有啊 還是因為那是瞬間 所以它有保護機制 這我就不曉得了 欸不過你看喔 現在70 我開79啊 比如說 78你看 其實它只有10 13%而已 電子出力12% 然後我再踩身 對我如果踩身在加速當中的話 它會幫忙 你看現在80才12% 它這到底是以什麼依據的 好啦搞不懂 應該有神人會出來講 很多神人很專業 他們都會出來跟我們講說 那個是怎樣 欸那 毛毛雨對不對 我就問你 他為什麼要開那個 他媽的 保桿的那個燈 你告訴我 後霧燈 為什麼要開後霧燈 媽的我眼睛快瞎了 啊 哪一個那個大聲公說 你為什麼要開後霧燈 你把橋是不是 還沒有晚上咧 而且毛毛雨咧 開那種車後面真的很煩 你不覺得嗎 很煩 很刺眼 真的很煩耶 還有很多 沒事在開前霧燈而已 還有一種 我覺得現在 有些大燈有那個高低水平調整那個 那真的很煩 你有時候你有沒有曾經開在路上 高速公路 你覺得你以為你被閃大燈 很髒耶 其實不是喔 它不是在閃你大燈 你看通常會看到哪一些車 比如說毛毛的車 就是它可能過了一個高低的那個 高速公路的那個高低的窟窿有沒有 然後它大燈就這樣自動調整一下 然後你就以為你被閃大燈 不過燈還是要開啊 總比沒開燈好嘛 沒開燈 人家那個 歐多巴也容易 很危險 我也常常懷疑很多車為什麼晚上不開 因為現在都變自發光儀表 他們就以為他沒有開 真的都是這樣嗎 怎麼可能 不可能啊 你自己有沒有開燈晚上呢 你有沒有開燈你不曉得 你的大燈前面有沒有一攤 你不曉得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我覺得有的是壞掉 有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想省油還是省錢不開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 我不知道啦我猜的 要不然為什麼不開 你幾個狀況嘛 一個就壞掉了 保險絲斷了嘛 兩個都沒亮 我有看過喔 大燈有亮 後面的尾燈沒亮的 對啊應該就是保險絲燒掉 忘記開我覺得也會有 像你講的那個啦 但剩下我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以不開了好不好 以下下面留言知道的也會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為什麼有些人不開燈 蠻危險的 所以開太亮或不開都不行 哈哈哈哈 好啦 那這次喔 關於這個氣囊燈的問題 很感謝MG內湖的服務人員喔 幫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運回楊梅 隔天就從這個 楊梅再運回來 因為他說他們內湖的 中校東路的那個服務場 好像沒有可以灌這個電腦的機器 所以用拖車拖到楊梅 完成之後再拖回服務場 然後呢 有他們服務人員跟他們的所長對不對 親自在隔天就開回來了 那對岸也有一些觀眾留言說 這個MG很有可能是什麼座椅的感應器啊 什麼 這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們說 似乎有留言說這個 明爵的這個電腦感應器是一個通病 那事實我們就不得而知 反正他跟我們說重灌現在就好了 而且啊那個內湖的所長還親自 跟Gary一起送車回來 那我剛好那天不在店裡面 所以沒有辦法跟他說聲謝謝 但是其實我有個感觸啊 因為他那天來的時候 我剛好要出去 我有看到他們所長來 然後我有跟他擦身而過 那我看著他們的這個背影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感觸啊 你知道感觸是什麼嗎 你知道感觸是什麼嗎 你如果賣的好的車出包 可能就派個接待來處理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如果是像這種剛起步的小品牌 在台灣算是剛起步的小品牌啦 雖然那國外大陸是蠻大的 可是在台灣算一個剛起步的小品牌嘛 可能就要所長親自出馬了 那希望有一天如果他們變成大品牌以後啊 還能持續這樣好不好 也能夠秉持著這種服務精神 我是最看重這種後勤跟服務精神的 車子妥善率我覺得其次你知道嗎 哪有車不會壞的 就跟我們的服務精神一樣 二手車有不會壞的沒有嘛 但問題是壞掉的時候 有沒有人在一旁協助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 然後呢看著他們的背影啊 還有他們處理的過程喔 我覺得有一個很感觸的就是 其實以前有很多的品牌 剛進入台灣市場的時候啊 那時候認識很多很認真的新車業務人員 然後他們很努力為了這個新品牌喔 再打拚喔 哎呀不好意思給台灣一個機會 給我們品牌一個機會之類的 可是呢 卻有可能因為對不對 公司不給力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售後服務啊跟不上 賣車的速度售後服務又跟不上 讓這一些業務啊 沒有辦法對當初信任自己的客人交代 比如說啊車子很爛啊 妥善率很差啊 業務一直說不好意思 我當初相信你我才買這個牌子 結果他媽啊修個東西 要等三個月五個月啊 對不對 甚至在國外賣更便宜啊 啊不 我已經講到這個了 不管啊 反正這些服務人員喔 慢慢的使得這些新品牌 會慢慢因為後勤跟服務的關係 因為這個不是服務人員可以控制 這是整個公司的 上程決定的走向嘛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他服務使不上力 所以我很多認識這樣子 新品牌服務人員就紛紛出走 我會覺得很可惜啦 也很惋惜 然後整個品牌就導致慢慢的走下坡 每台車每個品牌都有自己的好處啊 壞處 還有他一定的自己的價值啦 什麼關稅貨物稅那些 那種利益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啦 有很多人說啊 那個關稅就是政府利益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不懂 我只是希望說未來台灣的消費者 可以買到更多的好車 適合自己CP值高的車款 好不好 以上呢是我對於這一次啊 MG試駕完還有他們這個售後服務的那個 一些感觸好不好 就是公司政策一定要跟得上 後勤服務一定要重視 這樣才對得起當初信任你們的消費者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拜拜 這台猜到這樣你看得出是什麼車嗎 BMW嗎 我看一下 我是看尾燈的 這那個啊 桃子燈的啊 1190喔 11 來開 對啊 190啊 對啊 我剛也是認尾燈的 因為外面有一台警察車啊 他不知道要搞什麼鬼 對啊 V8頭貝 幾千倍 一千馬力的引擎要把它弄下去了 對 所以你知道變速箱就是放在車下面有沒有 插進來 對 所以變速箱會有尖尖的 一個像 小酒雷一樣有沒有 系列式的 所以他這裡做這種 像小酒雷一樣 可以插進來 這個是怎麼一般觀眾比較不知道 這個 這是防滾龍喔 車內 要加強到這邊 防滾龍加強到這個 當火箱挖洞插進來 那邊最短的部分已經解決 就是把防滾龍插到這個地方 要不然這會被拉掉 整個蓋子會掀起來 這是要做成D1 日本D1的甩尾車 要到日本比賽的 喔 D1 日本D1正常 以後D1就可以看到JK那個國旗了 我跟妳講 對 這一台就是喔 這個爛爛的 帶來是什麼車 不知道 這連我就看不見了 你看不見了 你看不見了 看不見了 阿不阿 你這麼多 連我看不見了 他看不見了 勞斯萊斯的引擎 那真的是勞斯萊斯嗎 1952年勞斯萊斯 這台是1952年勞斯萊斯 這台是1952年勞斯萊斯 現在阿公要嫁啦 還要自嫁啦 這形狀很特別 他也在怪嫁師 你看這台是1952年勞斯萊斯 desarroll耳斯還是 少山先生 政府政府例治 這是2012年勞斯萊斯